我從政十幾年到目前為止 還不需要用個人恩怨來對付新族憲政 完全就是惡事 你們的局處首長可以這麼囂張 來我新族憲議會講這種話 怎麼樣其實新族憲議會是沒人是不是 然後在現場是真的是屬羊沒有長大尺是不是 你們的局處首長可以來我們新族憲議會講這種話 你請盆看我你在你新族憲政府你講什麼 我這一隻眼逼一隻眼 你們白問到這種程度 你讓你其他局處首長有樣學樣是不是 列幣驅逐良幣 現場我真的請你妥善的處理這件事不是換人而已 是明確的讓新族憲議會看到新族憲政府對新族憲議會的態度 其實我的重點是請憲府要尊重府會工作 在過去這一段日子不是我一個人 其實我的這個意見是非常多議員 你們等一下也可以去請教很多的議員 所有我們在議會上的質詢 請府會聯絡人帶回給縣長 全部都沒有任何的回應 所有我們跟局處溝通有什麼意見 我們需要府會聯絡人在中間幫忙 全部都是完全沒有回應 府會聯絡人的態度就是 這是各議局處的業務他們自己去溝通 甚至在每一次開會前的所謂的黨團溝通 他都覺得說不用啊 反正到時候請你們舉手都會舉手 我要講的是 這不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 府會聯絡人的工作 這非常非常不可取 所以我剛才才會說 楊文科縣長你今天要調整的是府會態度 你新竹縣政府對新竹縣議會的態度 而不是你縱容這樣子的一個府會聯絡工作 或者是你覺得換一個人 然後這個人來都很客氣 然後一直問我們有什麼意見 然後在這個月跟我們演完 然後被我們罵完 然後最後還是依然顧我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最想要提出來的 新竹縣政府在府會工作上 需要徹底調整的地方 我想我們張議長也特別提到 府會聯絡的功能要加強 那這一點我們會立即來思考 如何選派府會聯絡員 如何來加強我們雙方之間的關係 我想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會來慎重來考慮 所以我記得了 我要選一個筷子 選一個筷子 我們會選一個筷子 選一個筷子 選一個筷子 選一個筷子